各位同学大家好,继续来看第二个问题,建造固定资产 前面我们是讲了外购,那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安装就可以使用的,那直接买的时候进入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是,我买了之后需要安装,安装完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再把它转到固定资产 第三是打包购入,那就把整个支付的价款,然后在单项资产的公益价值之间进行分摊就可以了 而这边这个建造的固定资产,它和前面第二类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建造时,我要把发生的价款费用都进入到再建工程 等到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我再把再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所以注意,这个时候那固定资产的成本是什么 一定是指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这些支出,我们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成本 企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建造该项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那作为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么在资建时,我们要先通过再建工程来核算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点了,我们再把它转到固定资产就行了 那么这个资建呢,我们包括两种 一种就是资营工程,就是我自己买材料,自己找人自己建 出包呢就是啊,我只要出钱,让别人帮我建 两种方式,那么先说那资营稍微麻烦一点 出包呢,这个简单,我们先看第一个,资营工程 第一,先购入工程物资 因为我要建工程,那肯定是需要相关的一些物资啊 比如说你建厂房,需要砖,瓦,水泥,对吧 这些工程物资,所以买的时候 借工程物资,应交税费,增生税项,税项,贷的是银行存款等 这边注意啊,我们购买工程物资,虽然最终 它是要寄入到固定资产的 那么因为固定资产,现在我们这个计量税额啊 都是可以抵扣的,最终在处置时 你会产生鲜行存款税项,所以 这个计量税额可以抵扣,那我们还是 寄入到进项税额 然后领用工程物资,那就是 我自己建这个工程,建厂房 我领用了我买的工程物资 那就直接把工程物资的成本 转到在建工程就可以了,所以 在建工程增加了 工程物资减少了,就可以了 下一个是领用本企业的产品 或者是货物 那么领用时,借在建工程 带库存商品 领用外购货物也是一样的 借在建工程,带的是原材料 那假设呢,外购货物,我们叫原材料 那就是带原材料就行了 这个简单,那么这里面注意啊 如果我原来购买的原材料,或者我生产的工程商品 里面是有进行税额的 这些进行税额,它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你不要把这边带进行税额转出啊 或者产品的话,好像是 市同教授,这都不需要 因为领用本企业产品 好像这个产品没有卖 但是我用在别的地方了 好像叫市同教授啊,但不是 因为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它还在我们企业里面啊 所以你不能视同教授啊 而购买外购的货物 这个用能源材料,它里面有进行税额吧 有,那这个进行税额 最后呢,在处置固定的产时 我们也会产生进行税额 所以抵扣链条并没有断掉 所以这个进行税额也可以抵扣的 那你就不用把进行税额再转出了 那前面我们什么地方 讲到一个进行税额转出的问题啊 就是在 我们的存货发生盘亏时 如果是因为管理不善 导致的存货盘亏 这个时候呢,既然是盘亏了 以后它有没有产生进行税额了 没有了 那没有产生进行税额 那么抵扣链条就断了 所以啊,这个时候 这个盘亏的这些材料 它里面包含是进行税额 那不好意思,你就不能抵扣了 所以我们要转出进行税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记录到 带处理财产随之金额 应该是我们盘亏的这批材料 或者产品的成本 然后还包括了当时购买时 抵扣的那个计量税额 那都把它记录到 带处理财产存益就可以了 对吧 而现在我们再建工程 利用的库存商品和外购货物 这些计量税额都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你不用转出 也不用去生存教授 下一个是分配工程人员公司 那就算一算了 我这些工程人员 他的工资多少 所以借再建工程 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如果支付了其他费用了 那借再建工程 如果有增值税项税额的话 那还是记录到 计量税额 带一样存款的 好了 上面这些 就是整个呢 我们在建造过程当中 发生的所有的费用 这些必要之处 我们是要记录到 固定资产成本的 所以你看 我都是先记录到了 再建工程了 那么等到达到了 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我再把前面 再建工程的余额 再把它转到 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那么就建造来说 一般情况下 他的再建工程 一般都是在借房的 不会出现在贷房 所以你就把前面的 借房的再建工程 加起来就行了 那么假设啊 有这种意外 出现了贷房了 贷房也再建工程 那怎么办 那你可不能 只把借房加起来 你得找借房 和贷房的余额 对吧 找这个再建工程 账户余额 把余额 赚到固定资产 就行了 好了 下面提示两个问题啊 第一 因管理不善 导致存货发生盘亏 这时候呢 是需要转出 进行税额的 对吧 刚讲过了 那房东市 借贷处理财产存益 贷原材料等 应将税费增税 进行税额转出 这个时候 进入到贷处理财产存益的 应该是我们盘亏的 这批材料的成本 就是账面余额 还加上原来 抵扣进行税额 对吧 两个都进入到 贷处理财产存益 但是在建工程 领用存货时 包括领用库存商品啊 领用原材料 那么如果是领用库存商品 我们就把 库存商品的 账面价值 就是我存货 库存商品的 在账场所进的 账面价值 然后把它转到 再进工程 就可以了 因为它并没有 转移存货的最后选 还是在我们企业里面 没有把它卖掉 对吧 没有给别人 这呢我们叫 不能视同销售 那比如说 我把一笔存货 送给别人了 无偿送送了 这怎么办 这叫视同销售 对吧 最后选转移了吧 还有对于投资了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是以存货 为和平对价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 这个拿所有权转移了 我们叫视同销售 但这个地方 你把存货 用于自己的资金工厂 这个所有权没有转移 所以你不能视同销售 那么另外呢 因为底扣链条没有断 所以你不需要 转出即养税额 就是因为估计资产 我们在13年14年 开始盈改增账后 那么一页税也没有了 全部改成增账税了 所以固定资产 它后续处置时 也会产生相向税额 那么这样的话 我在购入或者资件时 那么所确认的金项税额 那都是给底扣的 所以这个金项税额 其实产生了 对应的金项税额了 那么底扣链条没有断 所以不需要 转出金项税额 这边千万注意啊 如果有以前的学员 比如说你是13年14年 或者在之前 你如果学过这部分内容 那么你要注意了 以前我们是要 什么视同销售啊 转出金项税额的 现在都不需要了 直接按照账面价值 把它转到 在金工程就可以了 和增值税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看计算题 甲公司市一班大市人 2020年6月1日 自建厂房一栋 购入为工程准备的 各种物资50万元 增值税6.5万元 全部用于工程建设 利用本企业生产的水泥一批 这个本企业生产的水泥 那就是本企业的产品了 实际成本40万 相关建设税额 5.2万元 这个5.2万 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它也是用来迷惑我们的 所以这个5.2 你不用管它 然后工程人员 应计工资10万元 支付的安装费 那取得了专家发表 著名安装费3万元 税率9% 安装费是3万 税率9% 所以呢 我还支付了一个 3乘以9%的增值税 对吧 那这个呢 是可以抵扣的 然后到2020年 10月31日 工程完工 并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那编制相关会分路 我们编制的分路呢 包括 第一 我购买的工程物资 买的时候 你不是做分路吗 然后第二就是 把工程物资 投入到我们这个工厂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 领用本企的产品 直接把库存商品的成本 或者占门价值 转到再进工程就可以了 第四个就是 工程人员公司 那我要进入到 应付职工薪酬 还有就是第五个 支付了 安装费了 我也要进入到 再进工程 最后一个别忘了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我要把前面的 再进工程 都转到固定资产 好了 先确定一下 先算算啊 我们追踪完工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成本 应该是多少 工程物资 这要算吧 哎 50 然后再加上 库存商品 40万 再加上人员公司 10万 加安装费 3万就可以了 另外这是一般大水人 所以这里面 是一个机枪税额 你并管它 好了 看文录 勾入时 借工程物资 50 应交税费增值税 机枪税额 50x13% 6.5 代银行通缓 56.5 然后工程领用时 把工程物资 转到 资金工程就可以了 借资金工程 代工程物资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为了后续啊 算 工具资产成本方面 我把资金工程 它的账户结构 画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50万的 资金工程 对吧 一同说 这边还有50呢 工程物资 不也是要进入到 工具资产成本吧 所以应该是50加50 应该是100 你注意啊 我们是把这个工程物资 投入到 资金工程了 工程物资 成本是50 所以寄入到 工具资产成本的 就是50 是不是 而这个工程物资 在这儿 不是寄入到 资金工程了吗 所以最后呢 我们是把前面 所有的 资金工程的余额 转到 工具资产 而不是把工程物资 转过去 工程物资 在这儿 都转资金工程了 你不用把这个 再加一遍 明白了吧 所以不要说 我们买了工程物资 要进入成本 所以我要把工程物资 也加进去 是要加进去 只不过在分路里面 我们已经把它转到了 资金工程了 所以你不要再把 工程物资再加一遍了 就一个50 你就找资金工程的 余额就可以了 不要管工程物资 第三是 工程零用 本企的商品水泥 那么成本是40 借在进工程 40 再库存商品 40 就行了 好了 这时候呢 在进工程又多了一个了 在进工程一共是50和40 现在就90了 第四 分配工程人员公司 也是进入到在进工程 同时代方是 应付职工信酬 这时候呢 借方又多了一个 在进工程 变成了50加40加10了 第五个 支付安装费 借在进工程 3万 安装费的税率呢 是9%的 3乘9% 是0.27 这个寄入到 计划税额 然后代行通款 3.27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进工程 包括了 工程物资 50 还有领用到 库存商品 成本40 还有一个是 工程人员工资 10万 还有安装费 3万 整个合起来 是103万 有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了 那么这样的话 最终完工的 固定资产 成本 就是103万 所以啊 工程完工 截转固定资产 就是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 我们再截转 那就把前面的 工程物资的余额 转到固定资产 就可以了 所以借 工程资产103 代表是 在进工程 103 好了 这是关于 自借我们的账户处理 那么这边注意 它的分路不是很难 就直接按照 我们用的东西 往在进工程里面 去寄就可以了 那么寄的时候 在进工程一定是多了 然后代方 就看你到底用的是什么 如果直接支付了 代营养送款 如果领的是工程物资 那代工程物资 如果是计算的工资 就是代应付质工薪酬 领原材料 代源材料 领工程商品 代工程商品 对吧 所以借方都是工程物资 然后代方 就看你到底用了什么东西 那就代什么东西 就可以了 所以分路都很规律 这个不难 那么最后 在进工程转到固定资产之后 那么请问 在进工程有没有余额了 没有了 因为前面在借方 总的发生额是103 现在在代方 转到固定资产之后 在进工程 在代方有一个103 所以借贷相等 没有余额了吧 那余额就到了固定资产了 所以为什么叫 截转固定资产成本 就是把在进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单纯题 某企一般的税 一般的税企业 自建一栋仓库 购入工程物资200万元 增值税26 以全部用于建造仓库 耗用库存材料50万元 增值税额是6.5万元 支付建筑人员工资36万元 该藏库呢 接到完成 并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么其入账价值是多少 这是一般大使人 所以你不用管增值税的事 那直接就是工程物资200 再加领用的材料50 再加人员工资36 就可以了吧 所以应该是286 答案选择C 这个简单啊 下一题 某企业是一般大使人 2019年9月 该企业呢 为自行建造厂房 各种工程物资一批 专业发票 著名的价款是80万元 增值税呢 是10万4千 物资全部用于建造厂房 工程项目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 2019年9月 利用工程物资 应进入再建工程的产品多少 是不是就是这个 80万 这个也太简单了啊 所以答案选B 但是分路呢 你写的时候 写两个啊 一个是购入工程物资时 一个是把工程物资 投入到 在宁工程的时候 对吧 两个分路 这是购入时 借工程物资 80万 然后建造税额 10万4千 然后再把工程物资 转到 在宁工程就行了 那如果这是一个 小规模大使人呢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建造税额就没有了 这个10万4千 都寄入到工程物资 所以利用时 就不是80万了 应该是80万加10万4千 那90万4千了 对不对 那资金工程成本就增加了 就多了这样一个增值税 所以一般大使人 和小规模大使人的区别 那么前面又说了好几遍了啊 遇到题目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 如果题目说是一般大使人 你把它改成小规模大使人 你看看答案应该是什么 明白了吧 包括前面我们那个计算题 前面做的分路题 那我们说的是一般大使人 你把它改成小规模大使人 那你再看应该怎么做 好 第二个呢是出包工程 出包就是 这些费用呢 不用我管 他花成本 他给我借 最后他向我收钱就可以了 那么我最终记不住 估计资产成本的 是哪些啊 就是我付给他的建造款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方式下 再建工程科目呢 主要是企业与建造承包商 办理工程价款的结算科目 因为这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他发生的 我支付给他多少钱 就把他这个钱 记不住到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拿这手再建工程 其实算一个我们之间相互结算的这样一科目了 它不代表我们在建造工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了 那企业支付给建造承包商的工程价款 作为工程成本 就记不住再建工程 核算 第一 结算进退款 并由对方开具专业花票 那就是我先给钱的时候 给了钱了 他给我开了专业花票了 那我就把给他一部分钱 我就记不住再建工程就行了 所以借再建工程 应交税费增值税 计算税额 带的是银行存款 然后呢 第一次给了 这样做个分路 第二次再给了 再这样做个分路 第三次再给了 再这样做个分路就行了 给几次 你就做几次啊 然后等到工程达到了预定可使状态了 我再把前面的登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就行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吧 结算题 一般大事人 2020年7月1日 将一栋厂房的建造工程 出包给丙公司 丙公司也是一般大事人 按照合理估计的 发包工程进度和合同规定的 向丙公司结算进度款 并取得丙公司开局的专业发票 发票证明工程款60万 增值税率9% 比如说这种建造工程啊 如果是一般大事人 他实际上的税率是9%的 2021年4月1日 工程完工了 收到了相关的工程结算单据 然后补付剩余的工程款 并收到了对方开局的专业发票 注明工程款是40万 税率还是9% 所以整个呢 进入到再建工程的成本 应该是第一次支付的工程款60万 加上第二次支付的工程款40万 是不是 这两个登城税 都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寄入到进行税额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60 就在建工程 这个40 就在建工程 等到工程完工了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我再把两个在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就行了 好第一个 第一次结算进入款时 借在建工程60 银交税费 增加税费 增加税额税额 5.4 就是60乘9% 带银洋从款65.4 那么第二 不付工程款时 又付了40 所以借在建工程40 银交税费 增加税额税额 3.6 带银洋从款43.6 好 现在完工了吧 完工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前面两个在建工程 然后转到固定资产就行了 所以借工程资产100 带在建工程100 不难吧 这个没什么难度 你想前面你安装那过程 就是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你如果会了 怎么做了 那么这个自行建造 以及出包都没问题了 因为两者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先进入到在建工程 然后再把在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那学这部分的时候 你注意 一定你把前面 我外购原材料相关分路 你拿过来 一块作为对比 那个在托乌斯 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在建工程 原材料对应的就是这个固定资产 你把两样对应起来 你会发现 这些分路啊 其实模式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不同情况下 可能是使用的科目不一样而已 对吧 这样的话 通过不断的对比 总结 那么分路呢 对你来说 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好了 我们再看这一讲的科目联系 某企业是一般大使人 自营建造移动厂房 下了一个项中 应进入到厂房成本的事 哪些进入成本啊 你既然是自己建的 那就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发生的这些必要支出 包括了什么工程物资的成本啊 还有这个我领用的这些原材料啊 库存商品的成本 对吧 它都要进入到我们工具资产的成本 下一个 2019年1月 甲公司自行建造厂房 购入建造物资50万元 专业发表 著名增值税格6.5万元 款项一样通管支付 支付建造人员工资80 其他建造成本是5万 然后领用本企业的产品 成本是10万 市场价18万 那么该工具资产的入账价值多少 这个题目呢 告诉我们一个 产品的成本是10万 市场价18万 你说和这个市场价18万 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我们根本就不能视同销售 是不是 所以直接按照成本价 来算就可以了 那用10万 而不用18万 但如果我是 把它卖掉了 那我得按照18万 确认收入 然后增值税呢 也是按照18万 来算新项税额 对不对 还有就是 我如果是拿这批空中商品 去换了长期股权投资了 那我也得按照18万 确认收入 然后18万乘百分十三 来确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大家注意 我们这些空中商品 用于自己的贷款工厂 这个所有权没有转移 所以你不能确认收入 就是不能 视同销售 这点也搞明白了啊 然后还就是我们领域材料 因为销售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你不能转出销售税额 好了 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是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建造 顾级资产 包括了自己建 包括了出包 对吧 那么自己建呢 这里面相关的分路 比较好理解 模式都是一样的 建方都是在建工程 代方 根据不同的业务 那么进入到不同科目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零用的原材料啊 零用的空中商品啊 这般注意 你不要去石头教授 也不要转出销售税额 直接按照账面价 把它进入到在建工程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找到在建工程 这个账户的余额 你不要去找别的啊 比如说前面一开始 买工程物资时 是不是还有一个工程物资啊 对不对 你不要把工程物资在家里面 我们就找在建工程的余额 然后把在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就行了 好了 我们这一讲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